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中东的最新消息 那么胡塞武装已经宣布 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打击了英国的运输船 那么英国方面也发布了消息证实 位置是在这个方向,是在雅丁湾 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是发动了空袭 另外英国和美国的联军,特别是英国 昨天进行了第八次空袭 打击的是胡塞武装在河台达省贾巴纳拉斯伊萨地区 英国是出动了战绩 随后胡塞武装打击了英国的商船 商船的名字叫L-Y-C-A-V-I-T-O-S 那么在以色列方面呢 以色列军队啊,现在在加沙南部地区 特别在汉尔尼斯方向的行动并没有停止啊 以军现在在汉尔尼斯方向呢 进行大规模的集结 而且呢,昨天在哈尔尼斯 和哈马斯呢,进行了激烈的交火啊 现在呢,在埃及开罗啊 巴西的领导人卢拉抵达了开罗 那这土耳其总统抵达开罗以后呢 巴西的总统卢拉也抵达了 巴西和埃及的承诺啊 建立紧密的关系 埃及和巴西那人是在庆祝建交一百周年 巴西和埃及建交一百周年 卢拉呢,在开罗与埃及总统会谈 并希望两国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他呼吁增加两国之间的年度贸易额 巴西和埃及的贸易呢,是20亿美元 领导人还重申了对巴尔尔尔的支持 那表示联合国呢,未能解决国际冲突 并严厉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 乙军呢,现在在加沙周边地区的行动 现在主要是对汉尔尼斯 当地这个医院啊,还有这个难民居住区进行清理 现在把难民呢,向埃及边境地区驱赶 但是乙军的地面行动还没有开始 乙军现在更多的是将埃及边境地区作为这个筹码 来对美国施压 因为美国现在实际上是不希望呢 以色列和这个逊尼派之间的矛盾啊,激化 所以现在实际上以色列在向美国施压 那一旦埃及和以色列之间这个关系紧张的话 美国整个中东战略就失败了 所以你看以色列也在向美国施压 那美国现在在中东啊,实际上呢,美国方面呢,认为啊,美国要撤离中东 特别是美国的战略学家 那都提到啊,美国呢,从伊拉克,从叙利亚啊,应该是尽快撤离 目前美军呢,在中东十亿个国家,驻扎是四万六千人 而且呢,所有的装备啊,都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存在 所有美军现役最先进装备都部署在中东 但是美国方面呢,认为啊,美国现在必须维持在欧洲和亚洲的力量 特别维持欧洲的秩序和亚洲的秩序 特别是在南海啊,台海,东海和乌克兰方向 那么中东方向的美国认为呢,需要撤离 美国彭博社的专栏作家安德烈克鲁斯 他说啊,那在中东的力量呢,无法在其他方向使用 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亚洲 在那里呢,美国有最强大的对手,需要遏制 而其最亲密的盟友,也需要得到安抚 主要是亚洲的韩国、日本 像什么台湾呢,新加坡呀 什么菲律宾呢 美国在欧洲的这些盟友,东欧这些国家 那相反的,美国现在呢,在中东的存在啊 被华盛顿的敌人描述为在中东的麻烦制导者 而且呢,中东地区的很多恐怖组织 美国方面也无法使用正规军消灭 乔拜登和川普在11月份的大选结束以后呢 不管谁获胜,美国都可能从中东撤离 那现在最大的战略问题之一啊,是维持还是缩小 美国这一巨大的影响 这撤军的幅度啊,到底是全部撤军 还是要继续留意部分 但最后呢,白宫实际上呢 两党都认为从中东大规模撤军 实际上呢,实际上是非常必要的 他认为美国必须克服霸权负担 因为即使他也无法随时恢复秩序 克罗斯写道 即使伊朗立即宣布在中东战胜美国 美国也必须宣布撤离 而且呢,该国内部也有类似的情况 美国军队呢,已经完成了过去十年 地面上的任务 既消灭了激进的伊斯兰主义 美军的撤离 实际上对以色列来说 以色列是非常紧张的 所以以色列在美国撤离之前 要恢复对周边地区 这些阿拉伯、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整合 所以美国军标是在自己撤离之前 让沙特、阿联酋、埃及和以色列关系恢复正常 这样的话,美国撤离了 就能够由这些逊尼派来支持 和以色列合作打击伊朗 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架构 而不是美国直接来打伊朗和以色列合作 而是由逊尼派和以色列合作 共同攻击伊朗的世界派 那这样中东地区又形成一个新的架构 但是现在看伊朗也并没有上当 所以以色列和埃及之间 因为巴以冲突 你看对美国整个中东战略实际上也是挑战 美国一旦撤离的话 很多国家会在中东地区有自己的新的打算 美军一旦撤离的话 伊朗势力做大 那么逊尼派很有可能会和美国 在中东的最重要盟友以色列恢复关系 这美国汽车构想其实是非常完美的 但是这个情况还会发生变化 因为很多国家 在中东地区 很多国家并不像美国想象那样 特别像沙特 像阿联酋 它的国家内部 其实也是暗流涌动的 另外巴西和埃及的合作 让埃及和巴西都希望建立新的货币 都希望建立金砖国家货币 特别是巴西 巴西非常积极 巴西是最积极推动建立金砖国家共同货币 巴西甚至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在具体谈单一的金砖国家货币的可能性 巴西甚至真的认为可以建立一种单一货币 但实际上俄罗斯方面 还有金砖国家很多国家都认为 这种单一货币 现在看不太现实 巴西人认为 在拉丁美洲和加利比国家 共同建立一种单一货币 来对抗美元 他们现在是非常着急 包括推动统一支付平台 但现在金砖国家和巴西有一种共识 就是去美元化这个过程 已经是不可逆了 去美元化已经开始了 很多的南美洲国家就是因为美元被收割 所以巴西要作为大国 巴西要有自己的地位 所以巴西要摆脱美元 但现在来看金砖国家这个货币 它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货币 真的要实现金砖国家主权货币 现在还非常困难 美元它的强大 实际上背后是多方面原因 也包括美元美国和中国这种特殊关系 中美在一条船上 中国只要没有去美元化 没有真的和美元分道扬镳 美国没有真的去中国化 那么美元这个霸权还存在 中美来共同用美元收割世界 这是不会变的 那么巴西它南部的阿根廷 阿根廷的总统 米莱他回到了阿根廷 但是米莱任命了新的叫马尔维纳斯 上院马尔维纳斯办公室负责人 这个人叫卡赞采夫 就是这位 是俄罗斯裔 俄裔的阿根廷人 马岛在这 马尔维纳斯群岛 2月14号 米莱返回阿根廷以后 就任命了卡赞采夫 担任82年 马岛冲突的战地记者 负责议会上院马尔维纳斯 事务办公室主任 任命他的是维多利亚 维拉鲁埃尔 就是参院议长 就这位参院议长 任命了卡赞采夫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卡赞采夫 大家可能对他不太了解 这个人是75岁了 是尼古拉斯 卡赞采夫 他是作名军事记者 报道了1982年 马岛战争 他因为深入第一线报道 所以被阿根廷人广泛的了解 这个人在阿根廷很有影响力 他是坚定的恢复 对马岛恢复主权的支持者 而且还是纪念阵亡的阿根廷士兵和退伍军人 相关书籍的作者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获得了阿根廷多项国家奖项 他还有一个关于阿根廷军人主题的YouTube频道 自己可以去搜一下阿根廷这个频道 他是阿根廷俄语报纸 我们的国家的主编 所以阿根廷是有俄裔的 这个人的身世也比较传奇 这家俄语报纸是由伊万 索洛耶维奇于1948年在布宜诺斯爱丽丝创办 这个卡赞采夫是俄罗斯后裔 白人后裔 他的父亲利昂尼德 曾经作为白北军 也就是俄罗斯 隶属德国军事指挥部 当时的这个俄罗斯安全部队 一个指挥官在巴尔干作战 军衔是中校 担任呢翻译 而且还获得了德国的铁十字勋章 二战以后呢 第三帝国战败 卡赞采夫跟随他的家人一起 前往阿根廷避难 他的父亲呢 是德国纳粹 是俄裔的德国纳粹 后来呢跑到阿根廷避难 在当地呢开设了俄语报纸 卡赞采夫呢 认为呢在领土上 特别是马岛问题上 这个实际上不可调和 也就是和英国之间的关系 不可能通过谈判 只能通过战争 他是在阿根廷的俄裔第二大移民 几年前呢 他用西班牙语出版了 俄国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的书 但是俄罗斯将他的一些文学著作 列入极端 极端分子的极端主义文学的清单 因为他实际上和俄罗斯 现在这个普京政府 实际上之间的矛盾也比较大 他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杀皇俄国 还有当时的二战历史 在进行辩解 他呢在1998年曾访问俄罗斯 当时是陪同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 访问的莫斯科 对他自己说呢 在参观建设中的基督教旧式大教堂时 他手持麦克风 开始与俄罗斯东正教主教 进行艰难的采访 但随后呢被警察拉走 所以他对莫斯科的观点呢 其实并不好 那么阿根廷呢 任命他担任马尔维纳斯 议院的这个负责人 也说明阿根廷在马岛问题上啊 现在这个米莱和西方之间的矛盾 还是存在的 也就是实际上美国和阿根廷之间的关系 不会因为米莱导向西方 美国和阿根廷 特别西方和阿根廷之间这个马岛问题 就能得到解决 也说明美国和阿根廷之间这种特殊关系 不会持久 另外呢美国现在和英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呢 非常特殊啊 就是现在川普如果他回到白宫的话 赢得2024年大选的话 美国川普的前安全顾问 约翰·博尔顿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说过 美国的川普并没有放弃退出北约 他并没有放弃 博尔顿回忆啊2018年在北约峰会上 川普就非常接近宣布美国会退出北约 当时已经和博尔顿进行过商量 就是我要退出北约 18年的时候 那所以对他来说六年的时间啊 实际上让川普强化了他的态度 但是博尔顿也承认啊 川普呢希望退出北约 也可能是在和北约国家讨价还价 希望获得更多的欧洲的利益 但实际上呢博尔顿也承认啊 美国特别是川普的目的不是要强化北约 就算留在北约也要削弱北约的作用 而突出美国 美国不会再为北约买单 那博尔顿呢是18年到19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的高级顾问 那博尔顿表示啊 川普呢抱怨啊 欧盟呢在国防上投入不足 欧盟并不希望加强北约 欧盟只希望啊 自己能够获得利益 而且加强欧盟自身的国防力量 而欧盟呢在利用美国啊 就从美国偷钱 让美国来保证欧洲的安全 那华尔顿呢 现在只有退出北约 才能够反击欧洲 就欧洲和美国之间啊 美国用北约来保证欧洲的安全 但是北约这个国防经费 欧洲偷的最少 这样这个拜登和川普其实都不满意 拜登为了维持大局 所以拉拢着欧洲 用意识形态拉拢欧洲啊 这盟友体系又回来了 但是美欧之间啊 其实都能看懂 欧盟呢是希望用美国的钱 保证欧洲的安全 就建立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但是美国是反对的 因为我花了钱 结果为你们服务 为欧洲服务 然后你欧元呢 欧元又不断升值 欧元又不断蚕食美元霸权的空间 所以你可以看到 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矛盾 其实也是由来已久 那现在欧洲呢 准备建立自己的欧洲联军 那么未来呢 美国退出北约的话 欧洲就会单干 也是欧洲建立自己的一套体系 防御体系 这对美国来说呢 实际上从整个的战略结构上 美国会吃亏 因为欧洲可能会和俄罗斯 形成一种新的平衡 而美国被变化 所以这要看美国 到底愿不愿意掏这个钱 但是如果美国退出北约的话 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体系 特别像日本韩国 这盟友体系会崩溃 这些原来的美国的盟友 再次被出卖 再说回阿根廷 英国现在的经济 今年第四季度 经济数据已经公布 英国的经济数据是负的0.3 第四季度已经出现技术性的衰退 英国的经济已经出现衰退 德国的经济 法国的经济 整个欧洲的经济 现在都已经出现这种停滞 那阿根廷和英国之间 因为马岛问题 那么现在阿根廷也是导向了美国 希望美国来解决阿根廷马岛问题 所以未来呢 阿根廷和北约这些国家 和英国和美国 这些国家之间 可能还会有一个新的操作 从米莱这个情况来看 米莱首先是访问中东 访问意大利 那你可以看美国 还有犹太集团 还有这个天主教势力 这是米莱极力拉拢的 但是米莱对英国 对马岛 米莱的态度非常强硬 因为实际上阿根廷不会全面倒向西方 阿根廷现在只是希望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 所以未来我觉得中国和阿根廷的交往 我觉得还会可以继续扩大 这样的话可以拉拢阿根廷 特别是阿根廷和英国之间的矛盾 阿根廷现在我觉得米莱还是基于自己的国家的利益 特别是在马岛问题上 也可以看到米莱并不是完全准备放弃自己的主权 所以从这点看 米莱这个人是有自己想法的 我觉得中国可以观察 也不要完全放弃和阿根廷的合作 这是今天在中东地区和阿根廷的最近消息 现在中东 以色列 他如果对美国的中东战略 有不同的想法或者不同的看法 特别是在南部 在埃及边境地区 刺激了逊尼派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那会导致美国整个中东战略破产 那以色列现在我觉得对美国的施压不太可能奏效 未来的伊朗和以色列和逊尼派之间 这种冲突未来还会持续 以色列这个行为 我觉得更多是为了谈判的筹码 以色列并不是真要破坏美国的中东战略 因为美国从中东撤离是大概率时间了 一旦美国撤离的话 以色列能不能单独在中东地区应对中东这么多国家 美国一撤就只剩下以色列 那么以色列也要缓和和逊尼派这些国家的关系 像沙特、阿联酋和埃及关系 还有约旦 那么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在中东地区 有一个盟友来共同对抗伊朗、什叶派 所以从整体来看 以色列和这些逊尼派的关系 和逊尼派国家关系 我觉得不会到那种剑拔弩装的地步 我那一回持续关注东东 后期有更多消息 会第一时间讲